今天咱们的故事呢 得从1990年说起 那年的五月 浙江省萧山市第三中学的一名学生叫郑苗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了自己的语文老师乌灵萧 因为他思来想去啊 决定将自己心中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告诉老师 然而没想到 乌老师听完这个秘密之后 大吃一惊 竟然失语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是让郑苗赶紧回去上课 没过多久 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应该是在第二节课上到一半的时候 班主任老师叫我出去 只见班主任神情严肃 小声询问了两句之后 就把郑苗带到了一个小房间 说是有两个男人正在等他 来人正是浙江省萧山文馆所的 施加农和尼炳章 原来在此之前 乌老师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自己的学生郑苗刚刚告诉了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 就在湘湖砖瓦场 郑同学捡到了很多 陶片骨器和石器 还看到过船 极有可能是原始社会的东西 文管会工作人员是越听越觉得奇怪 一个学生怎么就知道自己捡到的是原始社会的东西呢 如果在当地真有这么多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任何的消息呢 尽管心中有了这样的疑问 文管所还是决定派工作人员去一趟学校 当面和郑苗同学来聊一聊 没想到刚聊了几句 文管所的工作人员立刻下了这么一个判断 郑苗同学说的应该是真的 在这里确实有一个尚未被发掘的原始社会遗址 那么他们说了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当事人郑苗的回忆 李老师问我里面具体发现了哪些东西 我说主要是有石器 骨器 铁器 我当时说 我说那个堆积成应该是有一米左右 听到这里 李老师马上说是打断了 说是应该真的 就是我们马上去看现场 为什么呢 我说到专业语书了 那么我说的那个堆积成的 一般他们的叫做文化成 是相通的 那么他们说能够说到那个 这个话应该在点子上来 一个高中生竟然能够讲出如此专业的术语 怪不得让老师和文物工作者大吃一惊 可是按照常理来说 郑苗他不应该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 或者说一般人他是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他的童年说起 记得四五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抓青 这回来的路上 突然发现 就是说是地上 有很多就是说是 有鹿角 牛角 还有很多很光滑的石头 那么当时觉得好玩 就把这些东西呢 大家都各自捡了一点 拿到家里 平常的话呢 就是大家就是一起 就是把玩 然后呢 相互竞争 看谁 比设计的齐全一点 那应该说 美好的一个童年啊 就从这里开始 那时的郑苗 并不清楚自己手中 把玩的这些东西 到底有什么价值 直到上了中学 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那么一直要到那个初中 记得到初中 上历史课了 上到原始会的时候 我们预洗嘛 翻过去刚好有个插图 插图呢 就是说是跟我们 剪的那些东西啊 都很像的 上面有蛇符 还有骨气 骨尖头这些东西 很像的 后来郑苗得知啊 在离他们100公里的渔妖市 有一个和母渡遗址博物馆 抱着好奇的心态 郑苗和他的小伙伴们 去了博物馆 而当看到展馆当中的文物的时候 郑苗的心情突然变得十分的复杂 心情非常的 就是沸腾 感觉这个合不住文化 跟我们那个 小户里面剪刀的东西啊 这些文物啊 差不多 很像很像 那么应该说 比他还要精致 还精美 那么当时呢 有一种想法 非常冲动 这么宝贵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说是 跟我们当地的一个 政府的相关部门 去反映这个情况 那么后来由于就是说 谁想就几个小伙伴呢 都是发过誓的 就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自己要慢慢就是收藏的 那么就是说是感觉 这样如果去一个人去说的话 有点不讲一起 那么当时说好的 要说一起说 不能一个人说 纠结再三 郑苗还是决定鼓起勇气 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告诉老师 然而令郑苗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这个美好童年的秘密 居然是一个颠覆历史的 好